这只科基正在闭关修炼 他的师父全都武艺高超 在师父的严格指导下 科基的实力突飞猛进 之所以这么明明 是因为科基背负着血海深仇 科基名叫雷克斯 从小生活在皇宫里 因为太会卖萌 所以独得女王恩宠 当女王不在的时候 猖狂的雷克斯就会做醉狗的事 拉巴巴必须找最干净的地毯 拉完还要蹭蹭屁股 不下雨那都不带刺尿的 尽管这么淘气 女王还是将她分为皇家一等权 很快雷克斯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于是隔壁的川建国登门拜访 并带着同样拥有皇族血统的米奇 这长得也太合成了 米奇打量了一番雷克斯 又在他身上闻了闻 一眼就相中了 就是这个味 时间紧任物重 给雷克斯洗吧洗吧 就被送进了婚房 雷克斯看着如狼似虎的米奇 给他下蒙圈了 为了给狗子疼地方 俩人准备去餐厅干饭 临走时还给屋里调了个小粉灯 车里的小母狗是真不惯着他 一把就把雷克斯拽进了车里 看着小车晃得如此巨烈 估计狗命不保 突然 雷克斯从车里蹿了出来 却又被米奇抓住 你越是挣扎 我就越兴奋 吓得雷克斯疯狂逃窜 我来了 小宝贝 慌忙的雷克斯逃到了餐厅 米奇也紧随其后 俩狗在桌底下女追我赶 突然雷克斯被一脚踹飞 直奔穿建国的命根 建国整机眼了 直接开车就走了 这下女王彻底怒了 查理借机想要赶走雷克斯 忽悠雷克斯你这次小命不保了 于是两狗偷偷逃跑 查理还叫雷克斯摘下皇家一等犬的项圈 慌乱的雷克斯相信了查理 可逃到一处大桥 查理就露出了星机狗的一面 原来他一直嫉妒雷克斯 于是将雷克斯推下了高桥 跌入了冰壶里 好在一个路人发现了雷克斯 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送到了收容所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狗子 最凶的就属这只大恶霸 这是旺达的出现 让雷克斯浑身一拘令 瞬间沉迷了 遗憾的是旺达是大哥的女人 可傲娇的雷克斯可不管那个 抽个空就跟旺达表白了 旺达以为他有啥大病 根本没搭理他 但当他看见海报时 他惊讶地发现雷克斯 竟然是皇家一等犬 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变 大哥的女人 那是你说碰就碰的吗 雷克斯被大恶霸直接杵到了墙上 多亏管理员碰巧路过 雷克斯才保住小命 一群本就对大恶霸不满的狗子 决定帮助雷克斯 带着爱情一起越狱 另一边女王在给雷克斯举行葬礼 因为内可恨的查理 设计了一套雷克斯已经嘎嘣的场面 查理还在葬礼上假意哀嚎 女王看他和自己同样伤心 便决定封他为新的皇家一等犬 一群狗子准备要越狱 只见一个小崽子钻进了水桶 成功躲避了巡视的管理员 管理员走后 小崽子开始行动 他踹倒了铁锹 再把铁锹推给大肥狗 随后又扯来一根水管站在铁锹上 随着黑狗的助力 小崽子跳到了开关上 所有大门全部开启 狗子们刚逃出来 大恶霸就拦住了他们 说啥就要削雷克斯 这时一只卡斯罗走了出来 大恶霸上去一个大伯溜子 卡斯罗是啥事没有 回手一个小反抽 一口牙犬给干掉了 雷克斯带着旺达来到了皇宫 可侍卫却将他们打了出来 看到报纸上了消息才得知 原来女王以为自己嘎嘣了 此时查理即将进行加冕 正当查理乐的堆了喝的时候 雷克斯竟突然出现 查理用玩具暗算了他们 还顺势放了一把火 紧急时刻 雷克斯送走了旺达 可剩下的气球 却拖不起雷克斯的重量 时间争分夺秒 旺达赶紧叫来了小伙伴 狗子们分工明确 大水管撒水枪 外加火箭图灭火器 一顿疯狂输出后 就出了雷克斯 女王也再一次 看见了心爱的雷克斯 雷克斯放弃了 皇家一等犬的荣誉 把项圈送给了查理 并祈求女王收下他的伙伴 女王同意了 一群狗子在皇宫里 过上了不可描述的快乐生活 当然 身为皇家一等犬的查理 那就得履行皇家一等犬的职责 被穿建国家的米奇带走远驾 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文主 我们下期见